诶 以上发言不代表本台立志 好像是杨千佩说乃哥说的 但笨不笨不知道 2016年时与老公交往十九天就闪婚 是真的很猛 田雷沟通地火之程度可说是传奇 但没想到现在怎么开心呢 本看进一步 直击杨千佩已从桃源南侃 搬回北市万华区的娘家 本看循现直击杨千佩 果然不仅自己一打二 杨爸爸也现身帮忙 10月4日的中午左右 杨千佩爸爸到万华附近的国小街大女人放学 大女人的左腿骨折 只能坐在轮椅上 由此可知 杨千佩大女人学区在万华 而小女人所读的幼儿园也在那 身边却没有老公洪家结相伴 诶 这个种种线索 就是分居的意思了 怎么这样啊 就婚前后差很多 但后来我很谢谢她 因为她就训练我变得超独立自主 我现在变得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我长翅膀 我要去哪边我都自己去 那要她们干嘛 几个月前 本看已掌握杨千佩与洪家结怪怪的 但周遭人无正面回应 直到最近才松口夫妻已经婚变分居 消息人士更透露 杨千佩与洪家结浪漫闪电结婚 但相爱容易相处难 彼此发现价值观有所出入外 小孩长大后更有教养摩擦 洪先生再不出现 我们都快被以为是担心家庭了 由于他先由东京被网友怀疑身边没有老公 还有读者像本刊暴马仔 有看到杨千佩与洪家之身在法国游玩超久 休假时光带着家人充电 就是他所认为最幸福又美好的时光啦 不过现在看来 分居而已还可以加油加油啦 回顾两人 劳工在3月12号的植树节 向杨千佩提交往 今天种下爱苗 我们要长大成树 开花结果 结果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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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两人闪婚日也有数次游戏 三产一辈子 三产一辈子 掌声鼓励 还有 有三产一辈子的游戏 这嘴甜程度 老公口水可以泡蜂蜜柠檬了吧 好像甜到卡痰那种感觉 他在那边装傻说你要跟我介绍 他根本才是源源不绝的男人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男模纪亚文 餐天二楼老板黄宝石爆出恋情 尤其是这个倒数第二个男朋友 那个与杨千佩扶兄热闻 让恋情曝光的黄宝石 有报道引用民众C小姐的说法表示 男方有郑公 郑公一位还有小三 杨千佩则小四参战 该名女子更称杨千佩企图篡位 先是逼迫原本镇空女友辞职退出战局 再威胁黄宝石娶她 对此黄宝石本人强烈反驳 杨千佩更透过经纪人强硬表态 不予回应 还在乱说要提告了啊 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 还要这样被叫 谁去的国王 就别再回头望 现在的杨千佩 好妈妈与幸福人机形象标签满满 可实际情况 这个八卦举例讨论的 似乎不是说没有端倪呢 也许魂业里头 还有满满说不出的委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